我的弟弟學了大概十年 我以前都玩搏擊 我以前都玩搏擊出生的 我們年輕一點玩搏擊 但是為什麼我會學八卦獎 已經學了十年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八卦獎的內架權 其實是內功心法 而不是搏擊運動 但搏擊運動有你一拳 我一腳第一人一分 或者你現在被人襲擊 我就怎樣擋 怎樣走 找副食液體雜鏡 那些是另一種 但我們這些內架功法 其實你學了之後 你怎樣用呢 就是你拿去搬重的東西 你拿去生活 去一種修煉 是不同的 你剛才好像有提過精武 精武 精武 昨天我在文化播放 剛才看李超龍的 舊電影 你最後的就是精武門 博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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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跟你們有沒有關係的 他們都是精武 我們現在都屬於精武體育會 根據師傅的說法 精武體育會 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就會集中華當時打仗 或者歷史問題走下來的師傅 補充一下 其實師傅經常說 這個盤式文化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腳 步伐 步伐 就是步伐 大動身 不是身是動的 比如我們推手 或者推劍 是步伐的手 對 所以你說我們手不動是對的 你說我們手不動的 因為我們手不動的 就是步伐 步伐的腰 步伐的太動 那個腰的手就下向上 為什麼用步伐呢 那些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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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氣增的氣增進去上 就加上美雷的下沉 很多的步伐 所以是很多 一個招數要駕駛 你住足 你自然的氣增 當然不是一做就做 你慢慢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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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味 這不是誤 不是說我們這樣 所以說 步伐為什麼我要提 一個人的下半很重要 譬如說 為什麼老人家 很多人跌倒 因為他們的平衡不好 那發現那些人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揮手 因為下半做得好 那步伐的腰跨 有個腰跨下沉那裡 是很重要 所以 索跨和腰跨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我都是拍照 拿大機 我那些重機 就是衝撻 都圍跑腳架 那麼小 有兩個打斤 於是有時候發覺 那個擺扣部 是平衡很多 他說這些重機 很自然 要走過隔壁 就擺扣部 轉個風 又擺扣部 我自己都不知道 怎麼出來了 有時候平衡 就擺扣部 還有他躺下 為什麼要站起來 再站起來 但是還有一個意 他意 告訴我 是做的 當然距離工 是收往很多的 但是我覺得下半做了 所以這個我就問了 我第一個 為什麼會進去 一定是隔壁 之後就迷了這個 八卦一人的下符 叫我走 我便覺得很好的 那時間都回 剩下五分鐘 還有沒有其他事 可以 你看到 你有些獨特 叫做農營推手 剛才說 都是武當分支 太極 他的推手 所以我理解 就是定步和活步 你剛才是用了馬步 來戴身體 或者剛才說的螺旋器 那你們真的沒有定步的推手 還有想知道 你的龍形推手的形狀是怎樣 擺出來 即是感受 我們試想一下 其實我們都會播為主 會播為主 你和我分別 這就是蝦爾便是 要看的 一塊翼便是多 一下子味道 對 好 我們試一試 那個手 我們先用兩隻 好 我們行鞦推 那這個八卦的 價值 這樣就擺上球袍 對 然後兩隻手就碰了 好 我進攻他 這個攻這個手 很漂亮,手那個就換了手,這樣已經是前腳了 他就捆螺旋,即是不會直接的 手那個已經是這樣化大,摺了他 這樣就不再這樣了,本書都說得很清楚 他退了,一個進一個退 那我們一邊走,然後來 然後走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個要求的,有花,有果,有珍 珍果,你全部要架構做好了 你也可以這樣,是不容易的,做得好 是走著來做的,你看到我們 他葉敏儀,葉敏儀好像打一個八卦獎 有的,有的 他那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叫八世前身 八世前身,我們走的 是走的 對 這樣就走了 八戴你後面 問多個問題 譬如剛才你介紹的武器有很多 電腦也有兩種 譬如兔拳類似 太極是飾紙的一套兔拳 你們有多少套兔拳 十多套兔拳 十多套兔拳 這麼多 好多的 因為我們最初叫他很原子的 我們七星拳 有很多七星拳 有些很久 少林的你們聽得多 和我們看得多 很多的真的很少看 不是,很多地方都失存了 哦 原本父老師應該有超過一百套 可能去到我們 去到習榮基 師叔高就有幾十套 去到我們師父有二十幾套 我們都未學齊的 我們每人都未學齊的 很久都合得齊 每人都合得齊的 有些失去 有些失去 剛才說的 結婚兩個人就沒有了 其實也慢慢的 保存了他出本書 希望 最後一條問題 我想問 都是說電影 很多國門各派 他們都會有武師 會不會說武師 他們考慮踩妝 就會令到各不各派 好像有一種 共同的方式 可以公平 類似切磋 我們就沒有武師 沒有武師 因為 就算以前 我聽我師父說 在政務會那裡 有些拳師就來 要切磋 就地就 就玩一下 很少說專程去切磋 因為其實始終我們那個 我們步法 踢堂步 擺扣步 和托禮步 都是在平地上 做的 很少說專程去做 以前的那個妝 以我們長者來說 比如太極刑意 和你們 你們會建議 學哪一種 我也是長者 我也是 你有經驗 我們師父 另入門 第一件事就是 練到一個妝 先 因為其實 坦白說 我以前很肥 很肥 我的腳就不穩 最初師父叫我 努力點練妝 一年 只是妝 我都練了一年 我們年紀大 開始 腳出事先 對 八卦步 最基本的 踢堂步 最常見就是 這些半月板 和損 我們踢堂步 就有這樣的功用 然後坐下 然後就這樣做 去鬆 那個腳 太極了 那時候用什麼 多久去討論 你慢慢聊 慢慢聊